国民党籍的台北市议员 你参选人英维雄 在今天却爆出了通奸的丑闻 他的太太控告英维雄 上汽车旅馆通奸 而且还找到了 使用过的保险套 最后法官是判定 英维雄三个月的有期徒刑 但是他的太太认为 判得太轻了 所以说还要再上诉 六月中为了争取媒体曝光 要参选议员的英维雄 还到苏贞昌的场子呛瞎 不过自己通奸被判刑的 新闻曝光后 英维雄却不在办公室 幕僚说他还在忙 玩具媒体采访 电话也暂时关机 去年七月 英维雄带着一名 33岁的成姓女子 到中和这间汽车旅馆开房间 英维雄的太太一路跟踪抓奸 还在房间中 找到一个使用过的保险套 虽然英维雄辩称两人没有通奸 不过法官认定保险套上 有两人的DNA 因此以通奸罪判处 英维雄跟成姓女子 三个月有期徒刑 不过英维雄的太太 认为法官判太轻了 还会请检方继续上诉 现年45岁的英维雄 曾经担任过蒋校园的 国会副主任 跟蒋来新的议员办公室 副主任 这次要争取国民党的 北市议员提名 却爆发了通奸丑闻 能不能过得了初选这一关 可真是个大挑战 民事新闻群 陈敬业台北报道